嗨,大家好,我是大兄 今天我们接着聊地球边点史 之前我们很多次聊到了金字塔 但是我自己感觉都不是很过瘾 因为其实每次之前都是讲其中的一个部分 并没有系统的了解到 这个金字塔到底有多少个通道 那么每个通道又是怎么连接的 到底有多少个房间 而且还有多少未解之谜 网上也很少有这种非常详细的视频 实际上你要去一趟埃及的话又太贵了 所以说好在最近找到了一些很不错的素材 所以说即使不用去埃及 也能够很好地了解到大金字塔 OK,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身临其境地 去感受一下神秘的吉萨大金字塔 首先我们知道 吉萨金字塔群是由三个金字塔组成的 那么其中的胡胡金字塔 才被称之为大金字塔 也是其中最神秘最宏伟的一个 那么大金字塔目标这么大 但是在公元820年之前 学者们一致认为 居然没有任何人进入过它的内部 那么是古人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还是说他们有其他的顾虑来 比如说远古的这些诅咒之类的东西 所以说他们不敢进去 那么反正这一切在公元820年 终于改变了 开罗的伊斯兰教总督卡利夫阿尔玛门 就坐不住了 那他就带着一帮人想去挖这个金字塔 而且目的很单纯 就是要寻宝 那么最主要的是 这个人运气真的是非常的好 本来金字塔 它是有一个三角形的 这样一个大门的入口 而且这个大门的入口 据说很早之前 人们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在卡利夫的那个年代 好像这个入口 已经被人给淡忘了一样 所以说这个卡利夫 放着大门布挖 就偏偏在金字塔的边上 随便就找了一个地方 然后一直往金字塔的内部 这样挖过去 结果呢 万万没想到 他们还真的挖通了 连接金字塔内部的 这个下降通道 那么这条不规则的通道呢 就是卡利夫他们所挖的这个通道 那么这条呢 就是金字塔内部的下降通道 那么这个通道 大概就只有一米见方 整条通道大小都是一样的 非常的规整 那在他下面呢 还连接着一个 像是没有完工的这么一个房间 那在房间的这个下面呢 还有一个往下 不知道是干嘛的这样一个通道 那有人就猜测啊 那么这个房间呢 可能是法老啊 最先准备用来埋葬 木兰伊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后来呢 又打算把它埋葬在别的地方了 但很多人呢 都不赞成 大金字塔是法老的领木 所以说这个猜测呢 也仅仅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那在当时啊 所有人都认为啊这个大金字塔呢 就像其他的这个金字塔一样啊 只有这个下降的通道和下面这么一个房间 但是啊 为什么我刚才说 卡利夫他们的运气呢 非常好 那除了他随便乱挖就挖通了下面这个下降通道 而且啊 非常的碰巧 在他们挖通这个下降通道的时候呢 就听到了这个石块掉落的声音 所以说呢 他们就顺着这个石块呢 这个找到了下降通道和上升通道的这个连接点 原来在这个连接上升通道的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被三块非常坚硬的花钢石给堵住的 然后呢 这些花钢岩呢 还被一块 类似于三角形的这样一块石头来 故意给遮挡住 那目的呢 应该就是防止有人啊 在这个下降通道 看到上面哎 怎么有三块特殊的这种花钢岩 那可能会起疑心 那么结果啊 偏偏这个卡利夫这群人在打洞的时候呢 由于一些震动啊 那这块伪装的石头呢 就居然掉了下来 那么这下果然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因为金字塔的主体呢 主要都是由这个石灰岩所组成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就多出了一块 这样完全不一样的花钢岩呢 于是啊 卡利夫他们啊 赶紧就派人呢 希望把它给召开 但是啊 毕竟它是花钢岩 那它可比普通的这些石头呢 要坚硬的多 所以说啊 他们就发现了 根本就着不动 于是呢 他们就干脆放弃了 这个着穿花钢岩的这样一个想法 而是直接啊 就在旁边 把这个旁边的这个石灰岩呢 把它召开 然后绕道啊 就发现了 上面的这个上升通道 那这个通道啊 也就连接着上面 这个国王之屋 和皇后之屋 两个房间 但是啊 很奇怪的是啊 这两个房间呢 居然也都是空空如也的 首先通过上升通道 和这个大涌道之后呢 我们先来到 上面的这个国王之屋 那里面呢 只有一个残缺的 空的石棺 那这个石棺呢 也是有一个巨大的花钢岩 整体找出来的 而且啊 这个石棺呢 比这个上升通道啊 还要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石棺呢 是在这个国王之屋 封顶之前呢 就已经放在里面的 那么一般学者认为啊 那它呢 就是一口棺材 但是呢 很多人就不这么认为 如果说它是棺材的话 为什么里面没有 法老的木乃伊 而且呢 没有木乃伊就算了 就连棺材的盖子呢 也都没有 而且啊 它为什么还少了一个角 那这些问题呢 到现在啊 目前呢 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 另外呢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 那通过这个上升通道 想要进入到国王之屋 那你还必须要先进入 隔壁的这个前厅 那这个前厅呢 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它的设计啊 明显是用 三块巨石作为石门 来堵住这个国王之屋的 那么只有通过这里 连接滑动的这个绳索呢 才能把这个石门说打开 但是啊 当卡利夫这群人 进入到金字塔的时候呢 这些石门呢 根本就不存在 也就是说 他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挡 直接就进入到国王之屋 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 精心设计的房间是空的 这么精心设计的这个石棺 石门所的装置呢 也通通都成为了摆设 那么背后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啊 我们来到下面的皇后之屋 当然这里呢 也是空的 不过皇后之屋呢 这个名字啊 也仅仅只是学者的猜测 认为这个呢 是给法老 皇后准备的这样一个牧师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啊 金字塔本来就不是陵墓嘛 所以说这个皇后之屋呢 和这个国王之屋啊 它仅仅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那并不代表着 它真的是给法老和皇后 所准备的这种牧师啊 那么在这个皇后之屋呢 也只有一面 很神秘的这样一个壁刊 有人大概猜测啊 它是放灵像之内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很奇怪啊 它就是在这里空着的 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么我相信你呢 肯定也有个疑问 为什么学者非要认为 这个是国王之屋和这个皇后之屋呢 那之前我们视频啊也说过 在国王之屋的上面呢 还有几个小的这个房间 那发现这个房间的呢 是英国人李察的威廉 那么这个家伙啊 在这个金字塔里面呢 就找了好几个月时间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 结果呢 他就终于忍不住了 居然动用了炸药 挖通了上面的这个小房间 并且呢 还在这里啊 找到了一块尼克的这样一个印章 那上面呢 就写着金字塔的主人 法老胡胡 所以说啊 从此人们就认定 这里是法老胡胡的这样一个灵墓 但是呢 很多人表示并不赞同 因为有很多学者就提出来说 这块课章上面的拼写呢 明显是有错误的 那这个课章呢 很有可能是当时 想要寻宝 却偏偏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的 这个理查德威廉啊 他自己作假 造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当然了 他到底是真是假 那么至今呢 也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权威的机构 站出来说明一下 所以说大家这里呢 也可以自行猜想一下 你觉得这个理查德威廉是不是作假呢 欢迎评论 OK 当然除了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房间和通道 那后来日本科学团队和这个法国的科学团队啊 都用这个妙子探测器啊 检测出来在金字塔当中呢 还隐藏着一些位置的空间 特别是法国的这个团队就预测啊 那这个位置的空间呢 大概有30米长 也就是说啊 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可以放下自由女神像的这么大的一个位置的空间 但是怎么样在不破坏金字塔的情况下 进入这个位置的这个空间 那我相信现在应该有一群人正在研究其中的方法 所以说金字塔的秘密啊 到现在绝对还没有被人们调查清楚 那等到这片区域被探明的时候呢 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如果说真的这片位置的区域 然后突然发现了法老的穆兰伊 那当然了 我们也就认了 但是如果说这里没有发现穆兰伊 而是发现了一些关于远古科技方面的物品 那肯定呢 就会引爆全球了 OK啊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聊到一个金字塔当中 很多人都没有提到的一个发现 那么从皇后之屋出来和这个上升通道的这个交叉口的这个附近啊 卡利夫他们呢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口 那么这个洞口呢 顺着这个通道往下呀 居然一直连接到了下面的这个下降通道 我们暂时呢就称这条通道为这个中间通道 而且啊 有证据表明 当卡利夫他们发现这条中间通道的时候 这个中间通道啊 和下降通道的这个连接点呢 也就是说这里啊 它是被人故意的堵了起来的 并没有任何被打开过的痕迹 也就是说在他们来之前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个中间通道的存在 那么明明下降通道和这个上升通道是打通的 为什么还要有这样一个中间通道呢 而且啊 大家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啊 上升通道和这个下降通道呢 它都是笔直的 但是偏偏这个中间通道呢 它中间转了好几个弯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 在这个部分呢 明显啊 它还有被人开凿过的这样一个痕迹 那么别的地方呢 都是非常的平整 都是方方正正的 但是唯独这里呢 它是不规则的 我们暂时呢 称这里为C通道 而且啊 可以肯定在卡利夫他们进入这个金字塔之前呢 这个不规则的C通道呢 已经存在这里了 旁边这里呢 还摆放着一块方方正正的这个石块 很明显啊 之前呢 就是用这块石块来堵住这个通道的 那么这个中间通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建造的 旁边不规则的这个C通道又是被谁给挖的 那么这块石头又是被谁给移开的呢 那再结合前面所提到的下降通道和上升通道的这三块花岗岩 它们又是被谁给堵起来的呢 在金字塔里面本来就没有木乃伊 房间呢也都是空着的 为什么还要花力气去把这个石块给它堵起来 那很早之前呢就有人猜测啊 金字塔呢 是法老胡夫所准备的这样一个领木 那么这些工匠呢 在打造好这个国王之物以后啊 还没有等这些工匠出来呢 外面就有人呢 用这个花岗岩把这个洞口啊 给堵住了 那准备呢 让他们给法老这个陪葬 但是啊 别忘了 这个金字塔呢 就是这群工人所建造的 所以啊 他们凭着记忆 挖了旁边的这个通道 并移开了中间通道这个石头 然后呢 来到了下降通道 最后来逃出升天 但是啊 这个理论呢 很快就被人否定了 如果说他们是通过这里 进入到下降通道 然后逃出金字塔的 那么怎么解释 现在已经被堵起来的 中间通道和下降通道的这个连接点呢 难道他们在逃跑之前 还故意把这个洞口呢 好把它堵起来吗 那肯定是逃命要紧的 谁还管得了这个呀 对不对 而且被凿出来这个通道的 这个碎石块呢 去哪里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空间的 但是呢 这些碎石渣在金字塔里面呢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发现 所以说肯定是被人 正大光明的 把这些碎石渣给清理出去的 那肯定呢 也不是这些逃跑的这些工匠 该做的这个事情 那么在地球编年史当中啊 作者萨加利亚西琴呢 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在这个C通道的这个中心呢 很有可能呢 就是当时人们建造金字塔的一个基准点 通过这张图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C通道的这个中心呢 正好也就是这三个同样大小圆的一个中心 有了这个中心 那就可以很好地确定上升通道和下降通道的一个交叉点 也能够确定上升通道和通往皇后之屋的一个交叉点 等等一系列非常对称的这样一个巧合 所以说作者认为啊 整个中间通道呢 其实就是在金字塔建造过程当中的一个基准点 所以啊 这个通道呢 不像是上升通道和下降通道一样 它是笔直的 因为在不同的建造时期呢 每个转角或许就是放置类似水平仪这样一个基准点 然后呢 基础建好之后啊 那这个点呢 就被这个石块给堵了起来 而且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三个圆的这个半径呢 正好呢也是传说当中的六十万尺 那么万尺呢 这是古埃及包括以色列地区啊 很早使用的一种测量单位 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一走的这么一个距离 大概呢是五十厘米左右 那么据说啊 著名的这个科学家 刘顿呢 就特别研究过 不管是金字塔 还是传说当中的洛亚方舟 包括耶路撒冷的神庙 这些地方呢 很多都是以六十万尺为单位 那么为什么又都是以六十万尺呢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古代苏密尔人呢 有着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学方面的知识 那么碰巧的是啊 古代苏密尔人呢 当时使用的正好是六十金字 不管是传说当中 大洪水的洛亚方舟 还是耶路撒冷的金字塔 你追根溯源的话 最后你总能够把这个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跟神秘的苏密尔文明所联系到一起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关于金字塔的 未解之谜 会不会和苏密尔有一定的关系呢 首先说明一下 接下来的内容呢 仅供开老洞 暂时还未经科学证明 那么在苏密尔神话当中啊 就明确的说啊 马杜克呢 曾被囚禁在一个 类似于金字塔的一个山目当中 那么为了照顾新来的朋友啊 我们还是简单的说明一下 苏密尔神话当中 最高天神阿努呢 是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恩基 一个是安尼尔 那么恩基的大儿子呢 就是马杜克 而且根据很多神话推测 这位马杜克呢 其实就是埃及的创世神 太阳神拉 那么恩基呢 还有另外一个儿子 叫做杜姆兹 那么马杜克呢 为什么会被关禁在这个金字塔里面 就与他的兄弟杜姆兹啊 或许有直接的关系 或者说啊 是跟杜姆兹老婆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他的老婆呢 也在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啊 经常出现 那就是女神伊兰娜 也就是恩尼尔的孙女 那么准确的说呢 杜姆兹还是伊兰娜的叔叔 但是在远古苏密尔这些神话当中啊 比如说叔叔和子女结婚呢 他就算是再狗血的这个恋情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啊 在书密尔文明当中啊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谁拥有和亲兄妹生下了男性继承人 谁就更有机会获得下一任的继承权 所以说杜姆兹的老婆伊兰娜 居然鼓励她自己的丈夫 去追她自己的亲妹妹 西提兰娜 好让他们俩生下皇子来取得继承权 但是可惜的是啊 杜姆兹的妹妹西提兰娜了 并没有同意杜姆兹的追求 于是杜姆兹啊 干脆就强行和他妹妹发生了关系 那么在苏密尔虽然说很开放 但是呢 强奸呢 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罪 那么很快呢 杜姆兹就被判有罪 他被七名天神追捕 那在古代的文献当中就说啊 这七名天神的首领呢 他就说取下你神圣的头巾 脱下你的皇家长袍 脱下你脚下神圣的靴子 但是啊 这个时候杜姆兹却在妹夫 沙马斯的帮助下逃跑了 不过呢 他最后并没有逃过天神的追捕 反而啊 却被发现死在了羊圈当中 而在其他的文献当中却发现啊 当时追捕杜姆兹的天神首领呢 其实就是他的亲哥哥马杜克 那这就说得通了 难道马杜克是为了阻止自己的亲弟弟 和自己抢皇位 所以说马杜克 故意在追捕的过程当中 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嘛 那当然啊 杜姆兹的老婆伊南娜呢 肯定也就是这么想的 那他呢可不是好惹的 他可是天神阿鲁 最疼爱的一个掌上民族 他可以掌管着天神阿鲁的神庙 在吉尔加美斯史诗当中 因为吉尔加美斯 拒绝了他的求爱 那他一发脾气啊 就可以向天神阿鲁 借来天界的神流 用天界的大杀器呢 直接去欺负一个半神 吉尔加美斯 所以说可想而知啊 这下马杜克呢 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了 那么在苏美尔神话文献当中就说 伊兰娜直接就拿出了武器 对着这个马杜克的 这个长生之处呢 就是一顿的攻击啊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那这个马杜克居住的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苏美尔所说的这个伊库尔 那就是像山一样的房子 那我们认为啊 伊库尔呢 其实就是埃及的大金字塔 那么文献呢 是这么描述马杜克的伊库尔的 那山你是如此之高 你比其他的山都高 你用你的顶端触摸天空 然而我将摧毁到你 而且啊 除了文字呢 还有更直观的证据啊 在苏美尔的一个原型的 泥板印章中就描述到 伊兰娜就面对着三个金字塔 还有代表埃及神 特有的这种大毒蛇 以及埃及所特有的远古标志 阿卡 也就是生命之符 那碰巧是 我们前面也说了 马杜克很有可能就是埃及的创世神 太阳神啊 那这个会不会就是古人在描述 伊兰娜在攻击马杜克的一个画面呢 但是啊 不管伊兰娜怎么攻击这个大金字塔 马杜克呢 都不敢出来回应 最后啊 还是这个天神阿鲁钦来调解 结果呢 马杜克就从这个金字塔当中出来了 接着他被众神宣判 但是伊兰娜完全的话呢 就占据了上风 虽然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马杜克杀死了杜姆兹 不过呢 伊兰娜还是坚持要判决马杜克 要被活埋 要他关在大金字塔里面 不能吃 不能喝 那在远古的文献里面 原话是这么说的 这个巨大的密室是密封的 没有人向他提供食物 让他独自承受 饮用水源也被切断了 然后众神呢 居然就接受了伊兰娜的审判 马杜克就这样被关在了金字塔当中 那马杜克又是怎么从金字塔当中逃出来的呢 后来学者在这个新的泥板当中 又找到了相应的一个记录 而且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 很多学者认为啊 圣经当中 耶稣的死亡并复活的故事呢 很有可能就是抄袭苏密尔神话当中 马杜克在金字塔当中 死亡并复活的故事 那么文献当中就说啊 当马杜克被关在这个金字塔之后呢 他所管理的这个人界啊 那立刻就爆发了战争 马杜克的儿子啊 纳布呢就赶紧驾驶他的众神的战车 赶到了金字塔 希望呢能够替父亲来求情 可是很遗憾的是啊 他却被直接告知 马杜克已经死亡了消息 不过好在啊 其他的神求情的情况下 当时地球上最高的天神 也就是安利尔的儿子 尼努尔塔 答应了众神的请求 并让马杜克重新的复活 最后呢 文献当中啊 马杜克重新穿上了 神圣的衣服和鞋子 并且登上了神勇的众神自车 就在这个时候呢 最有意思的一幕就发生了 马杜克妻子的妹妹 女神沙菲勒特呢 就惊讶地问道 你不是已经死亡了吗 怎么会突然被复活 而且还被释放了呢 然后啊 旁边的一个神 就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那这个原因呢 就跟刚才我们所说 金字塔当中 那个神秘的C通道呢 就联系在一起了 那么众神呢 将挖掘于一个 烟囱形状的通道 他们将螺旋形的挖 他们将重新进入他的住所 在他面前将他隔绝 螺旋形的挖掘将到达里面 他们将挖出一个弯曲的门道 越来越近 当到达他中部的时候 他就可以突破了 那这里描述的 和金字塔里面的C通道呢 就非常的相似了 在综合马杜克被关在 金字塔一样的一块当中 还有拥有金字塔和埃及生命之福的 这个泥板 会不会金字塔 其实就是关着马杜克的石墓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次提醒 后面这一部分呢 成熟开脑洞 并非科普啊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大师兄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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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